塔克拉玛干沙漠位于新疆的潭里木盆地 33万平方千米的荒季 让它成为举世文明的死亡之害 作为世界第二大流动沙漠 在历史长河中吞噬过很多的文明 神秘的西域36国很多就曾消逝于此 这次越而越野从北京出发 驱车4000公里前往这里 去探秘被埋藏千年的神秘古城 而这样一场称得上探险的越野穿越 对车和人都将是一次极端的考验 不过呢 我已经有一位熟悉这里的越野老炮 在新疆等待着我了 今天正是和我的另外一位重量级的队友 贴地飞行的大河老师会合了 然后呢我们从今天收入完装备就要马上进沙漠了 我和何老师呢将一人驾驶一台全新的北京40的环塔冠军版 或者一路从北京开到的踏驶 然后整个公路表现上我觉得是非常不错的 因为这台车是一个全新的20T加8IT 相比前代的环塔冠军版 它现在飞行四季加前后电控双锁了 同时它在接近点离去点 在宿舍里面啊 绝对是出类拔萃的存在了 所以呢 是非常适合沙漠驾驶的一款车 这边是我们那几天的露营的装备 走 快乐和知识的获取呢 都是在路上 所以只要是一上路 就从从里到外 大家都能看见 我从脸上洋溢的这种幸福 那现在出发 原计划我们从河田地区策勒县出发 沿着古克里亚河道区域 一路向北 依次探寻喀拉沁 斯皮尔 丹南乌里克 喀拉敦 元沙等古村 并途经塔末深处的古村达里亚不一 但临行前 因为河田地区的防疫政策 不得已改为从塔克拉玛干西原 位于麦盖提县的N39大门进入塔末 这样就需要由西向东横穿超过300公里的沙海 并渡过河田河 才能抵达古城所在的区域 计划的行程被打乱 迎接我们的将是怎样的挑战呢 终于到了我们此次穿越的起点 N39大门 就在我们面前 200米 我们今天就从这里出发 正式开始我们的穿越之旅了 看到这个大门是不是 深有感触 第一次来到里面的时候 已经是十四年了 在十多年前 何老师讲 十四年前 很多人还不知道玩越野 甚至觉得开车进沙漠都是天方夜谭那件事情的时候 何老师在那个时候完成了单车无后援 横穿N39这条线的这么一个事件 从此才有了N39 那么现在这几年玩的人 就是说我们整个去玩越野和穿沙漠的人越来越多了 对这条线路非常熟知 而且是都是来膜拜 它是一个沙漠穿越的终极的路线 但是可能并不知道原创作者是谁 我作为原创作者 反而变成一个被传唱的老歌 但是每次有人唱起的时候 我其实都特别高兴 因为我知道这是当年 我最开始来开辟的这条路线 其实对于这次的穿越 我已经抱了很久的期待 能去塔克拉玛盖沙漠里面 去探寻到几座古城 都是一个千载难逢的机会了 所以这次能跟何老师同行 我也希望能够得到好运气 我们能发现我们期待中的一些故事 正式进入沙漠了 现在还是边缘 都是这种坑洞洞洞的路段 告别人间了 然后大概要一周的时间 看看一周后我出来会成准备 伴着夕阳穿越之旅正式开始了 为了加快赶路 我们向北绕行了约60公里 再寻一条尚未完全废弃的石油便道向南深入 在无尽的沙海中 这条石油便道就相当于一条沙漠高速 直通塔莫附地 带着一点点的兴奋 和对神秘古城的期待 我们迎来了第一次的叶川 第一次现车 而这次超过1000公里的穿越行长 由此刻开始 似乎就注定了僵尸一场充满艰辛和坎坷的旅程 这红柳根 让轮胎从这过得碾的时候 它在内壁这 这样顶的时候 把它按这个纹路给顶撕 顶撕开了 凌晨一点 行程超过200公里 又折返到N39线上后 我们决定安营扎寨 等明天一早再出发前行 现在我们已经身处塔克拉玛根沙漠茫茫沙海的冰箱了 在我们营地周围啊 到处都是这样的小脚印 应该是狐狸留下的 我去 疼啊 走 走 走开 走开 哎呦 这就是属于 这就是属于我已经拧了半天了 最后一 塔克拉玛根 因为砂质太软 而且就是你起过来速度全是低车速高转速 所以呢它整个的油耗呢 甚至说能乘到8 整个昨天呢其实 可以说是好事吧 也是有点小波折 因为刚刚进沙漠出点小问题 和磨合其实是正常的 然后车呢整体感觉还是不错 就是底盘很扎实 发动机呢确实响应快了 尤其是这个2.0T的比原来2.3T的 它加收油的这个间隙几乎没有 我说这个动力其实也比原来的2.3T要好 这是我们第二次在路边看到被废弃的摩托了 看上去应该有一段时间了 这还有一个打气筒 现在看它后台已经完全没气了 真不知道当初这台摩托车的主人是怎么走出去的 如果要是单车的话坏来这里那真的太恐怖了 出发不久之后呢 我们便正式告别了这条带我们快速深入塔末的废弃石油便道 我们今天的行程是沿着马扎塔格山脉北侧行驶 向南路过古董山后 借到一小段沙漠公路之后绕至山脉南侧继续向东 这一路上的戈壁滩和小沙丘开起来非常的爽 我们现在到的是古董山的山顶 它也是马扎塔格山脉往西的延续 但是它在中间断了一段 所以这段是叫古董山 之前下面的马脑滩 有些当地的人来这来捡马脑 可是到这个山上以后发现 他们捡得到个玉佩 也捡得到个古代的铜钱 很有可能这个地方会有遗迹 但是因为风太大 而且年代太久远了 完全被自然把它抹去了 历史这场合中 我们也不知道到底会留给我们什么 总是有一些谜团 可能我们永远都无法解开 这一小段沙漠公路 一侧是茫茫沙海 一侧是马扎塔格山脉 如同堤坝一样的马扎塔格山脉 成为祖沙南进和天绿洲的天然屏障 更是犹如雄浑塔格拉马干沙漠的一道坚挺的脊梁 真的只有森林奇境 才能感受到这份塔格拉马干沙漠独有的强烈震撼 诶何老师我看前边这个山有白的有红的 右边这个地貌有点像丹霞似的挺壮观的 是不是你之前说那个红白山呀 对我们现在就是驱在红白山的山顶 然后呢它这块呢是实际上塔里面本地的一个断层 红跟白实际上是不同年代的沉积下来的这个延迟的颜色 红红层分白层 所以你看它是并列的这种关系 实际上它是一个上下的关系 和年代就是前后的关系 然后因为地窍变化了把它挤压出来 然后呢形成现在就没有山满 我们现在从马扎塔阁山脉这儿穿出来以后呢 现在就到了河天河边 这河天河在风水期的时候 它整个的这个河道的宽度有1公里 但是现在呢中间流水带只有这短短的大概也就五六十米 但是呢就是因为它是常年流水的 所以它底下的沙子呢非常软 它不是完全的硬笔 水虽然不深呢但是还是要谨慎一点 还有一个就是过河之间一定要把窗户摇下来 万一有点什么事好逃生 而被水浸透的河滩也让大家过得心惊胆战 不过在过了河之后呢 大自然奖励我们的是一片最美季节里的呼阳林 为了加快行程 在天黑之后呢我们选择继续赶路 但这白天看起来并不算难的路况 在没有了良好的视野之后呢 却让我们连续发生了意想不到的各种下场 就来了 当两个小时夜川的频繁救援搞得大家疲惫不堪之后 用10点我们选择救地露营休息 每天亮之后再次出发 咱们把车都停在坡上 底下给留给帐篷吧 当篝火驱散了疲惫和寒冷 我们开始期待着明天即将抵达的第一座故城 但大家不知道的是明天迎接我们的将是更加惨烈的一天 怕一个走不出去的困境 半径最多150米 就出去两个小时了 不是这个出问题让回去 就是那个吊到微波里 你是谁也没有用 到这就闹着 来一一二快 好好好